中共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1月6号开始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下调0.5个百分点 相当于释放长期资金 人民币8000亿元 试图增加金融机构资金 好支撑实体经济 除此之外 抢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中共央行更上路 多项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 包括国内贷款浮动利率 1月1号起 一律改为一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来定定 等于是另类的降息措施 外媒对此只审慎态度 中国印大证据经济学家李大肖分析 人行此次降准引导市场利率下行 好应对过年资金需求提振市场信心 不过也有资深媒体人认为 一连串降准降息凸显中国疲弱经济 降准降息旧经济 当然现在最主要是旧官员 年官到来债务庞大 跟这个债务比啊 那就是九牛一毛 政府欠了多少民间的账啊 中国经济进入寒冬 习近平日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再度强调六稳 而数据显示 2019年前十一个月 中国地方政府发债4.3万亿人民币债券 创下新高 未偿债务余额21.33兆元 外债余额则是超过两兆美元 地方债务过高 连带金融机构资金紧张 今年还会还会降 还会降 利息太高 但是他害怕大规模的降息 又吹成泡沫 带来这个通胀 外媒路透引述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清说法 认为中共央行今年还将实施两次定向降准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 将进一步研究多种措施 好缓解企业融资问题 新台电视总和报道